刚看见眼含热泪的何老师 才想起来我们何也是银宝一路艰辛的最强见证者 我的口袋里放着绑着你海报的彩带 那是他亲眼看着强大起来的姑娘 握了个惊喜是何年 有谁还记得偶像来的里 何老师和赵丽颖的CP也好磕得上头 一个最佳主持人 一个最佳女主角 怎么不算顶风相见呢 赵丽颖明明转型的那么成功 但是在何老师面前好像又变回了赵小刀 当赵姐因为获奖感言 哽咽不知道说点什么的时候 何老师直接帮她接了下面的话 我想何老师心里应该也是自豪 因为她的苦她又何尝不知 何老师光是站在丽颖边上 我就觉得安心 还有快本喝水被黑的那次 不用看重片 直到现在我还记得 何老师在赵姐喝完水之后 很自然的接了句 是不是渴了 而何老师获奖的那一刻 赵丽颖目不转睛的盯着台上 手同时不自觉的鼓掌 哪怕注意力都在台上 也还是为她拍手叫好 永远会因为善良的人绽放而热泪眼眶 何老师说她不是科班出身 却拿了专业的奖 唯一的秘诀就是30年如一日 真心万真心 她只想当好绿叶 衬托他人绽放 我们的赵姐又何尝不适 甚至比何老师还要惨 赵丽颖不仅因为不是科班学院毕业而被嘲讽 连农村的出身 专科的学历也成了别人黑她的画柄 可那又怎么样 黑本只会加快赵姐双级打怪的脚步 不是每个女演员都敢把拍一步抱一步挂在嘴边的 但赵姐可以 回看她的代表作就没有不火的 而何老师也在30年后成了中国最厉害的男主持人之一 提起她我们总会尊称何老师 她凭一己之力让窘子不再生僻 看吧 不是科班也能发光发热 赵姐和何老师身上活生生的例子 告诉我们永远不要放弃 外界的声音只会让他们变得更强